CBA辽兰3比0胜广东后球迷向阳明建议这三个球员总决赛被债用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辽联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要说一下辽阅大战胜出去后呢有球迷向阳明建议 球员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 众所周知那么现在辽阅大战最后一场比赛已经落下帷幕 最终这半决赛的一个争夺呢辽宁队凭借着强大的实力是胜出 3比0淘汰广东队闯进总决赛 那么目前来看对辽宁队的再次战上总冠军的一个争夺的舞台呢 他们肯定是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期待 因为在上个赛季他们很遗憾的输给了广东之后的话 每一个球员包括主帅 杨明呢 都是憋着一股气要想要去证明自己 争取在本赛季拿到总冠军 欲雪全辞 所以从目前来看了把广东打败之后呢 他们距离总冠军又进了一步那么他们肯定是 非常开心 当然从目前来看对整个辽宁来说他们在 最后的一个去争夺总冠军的路上了肯定还会遇到很多一些困难 尤其他们需要拿出最合适的一些球员阵容呢 去面对之后的强大对手 所以其实对辽宁来说那么就在最新这场比赛胜出之后的话 有球迷也向杨明建议说 之后啊为了整个辽宁队能够争取在总冠军的舞台上呢 拿到更好的成绩的话 以下三个球员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 首先第1个球员是李小旭 在本场比赛当中啊其实李小旭的整体表现呢确实非常的一般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分也没有拿到那么作为一个 老将的话其实他现在的整体体力的跟状态也确实是跟不上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只是做一个替补班的存在 来帮助 他们整个球队的跟啊这个风险方面的去分担压力 但是如果说在整个总冠军的舞台上如果说能够有充足的人员可以使用的话 其实李小旭这一块呢 确实应该让他 好好休息一下了 第2个球员呢就是韩德军那么本场比赛韩德军呢整体表现还算是可以 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呢其实韩德军现在的一个状态 包括他的体力呢 也跟不上了 尤其在目前的一个比赛来看呢他已经是通过大频率的一个输出呢也确实是 体力透支 所以其实在总冠军的舞台上去争夺的话可能对韩德军来说呢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从目前来看在内线方面的其实啊辽宁队这边的富豪啊 包括其实之前来被冷落的朱镕镇的话 其实都可以去启用然后呢去帮助整个辽兰 去分担压力相信他们这些年轻人呢 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了会有更好的一些表现 最后一个球员呢要说一下周俊成 周俊成呢其实啊目前来看他在整个赛季当中的一个出场时间的并不错 而且他非常的多也确实呢 受到了阳明这边的重用 但是从目前来看他整体的得分呢只有零星的两三份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呢 让他再次出场或者说在总冠军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呢 去占用时间的话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毕竟我们知道呢 这个总冠军的争夺呢会比半决赛要更加厉害 面对对手呢可能更加难缠 所以其实对辽兰来说呢必须在每个位置上都安排出最好的一个球员 才能够争取以最好的一个准确率呢去打败对手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来看那么有球迷就建议说呢之后啊总决赛的话 这三个球员尽量还是不要再用了 不管是考虑到他们已经非常劳累想要让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还是说考虑到这些球员的表现不太好呢 其实啊都应该的让他们先 暂时呢去阔别这次的总决赛 而从目前来看其实对辽宁队来说呢其实啊他们现在的实力呢还算是不错的 接下来只要阳明这边发挥稳定包括球员的状态不要出现太多的问题呢 他们依旧能够拿到本次的总冠军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祝福阳明祝福辽宁队那么在总冠军决赛的个舞台当中呢能够继续加油争取 去弥补上个赛季的遗憾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